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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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 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狐狼島市在星期一開始遭受暴雨侵襲 部分地方甚至出現特大暴雨 建昌縣、船縣、水中縣部分鄉鎮一度電力、通訊和交通中斷 現在大部分鄉鎮已經基本恢復通訊 當局派出2,000多人參與救援 截至星期三早上,全市已經疏散了7,000多人 內地氣象部門說 在8月底東北地區的降雨頻繁 累計雨量之大是非常罕見 又提醒需要留意暴雨對東北地區秋糧生長的影響 內地一款取材至西游記的國產遊戲正式推出 到現在銷量突破450萬份 最高峰一度有過百萬人同時上線打機 學者認為這款遊戲有助外國玩家了解中國文化 我們第一款3A遊戲《黑神話悟空》 是一款以西游記為背景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而所指的3A即是大量資源開發時間和金錢的遊戲 這類遊戲通常有精美的畫面和深刻的劇情 遊戲在星期二早上發售 在當日下午至少有130萬人同時登錄了那個遊戲 內地傳媒報導 各個平台的總銷量已經超過450萬份 總銷售額超過15億元人民幣 報導說3A遊戲長期被歐美市場壟斷 中國玩家玩海外遊戲都需要先了解故事的背景 認為這次輪到外國玩家學習西游記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外交部也有回應這款遊戲 也有學者認為 這款遊戲以現代角度重新解讀東方神話 展現中國對自身文化的看法 同時打破了海外人士對中國文化的傳統形質 這是時事中國報導 在這裡